今天我介紹的就是我這裏 這裏不知道什麼時候買的 但重點是這個 這個裙子 我的裙子有什麼? 是肥牛做的 什麼肥顏? 走啊!走啊! 我不要跟你說 好了,我們去煮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終於終於要拍淘寶夏天單品的影片了 我也知道大家等了很久 在我要說淘寶單品之前 就想介紹一下我今天會帶的一些首飾 牌子會叫做Anna Lucia 是一個外國的網購牌子 我選和他們合作的原因 就是我很喜歡他們一點 就是他們全部首飾如果有金的成分 那些金是100%回收回來 然後用來做這些的首飾 其實是一件挺環保 還有對地球比較少傷害的事 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其實如果你要去採礦 採一些金回來 去做一隻很小很小的戒指 已經要採20噸的礦才可以做到這個戒指 我今天所帶的首鏈頸鏈全部都是14K金 就不會預期到淘寶那樣10-8元 但絕對是一個我覺得大家可以負擔得起 和 reasonable 的價錢 我自己很私心推介 就會是這一條的首鏈 我覺得超精美 除了我現在帶著的這個金牌之外 另一條的項鏈一會都會帶到的 它是做到一個很 elegant 還有可以有一點 fine jewelry的感覺 待會我換不同的衣服的時候 都會配不同的項鏈 可以讓大家看到 其實項鏈除了可以穿到 這些比較斯文的衣服之外 其實休閒的衣服也絕對是配襯到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我們的淘寶夏天單品了 現在其實我身上穿的都是一些淘寶買回來的 很明顯我的短褲和衣服是一套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質地是很薄很透的 是一個綿碼的質地 而且這條褲也是挑好襯的 它有些直眼在這裡 可以修飾一下這個圖男仔 然後第二套就是我現在身上的這一套 其實它們是分開的 上面白色是一件 然後下面黃色格製裙 其實它們是一套 格製裙就會是這個長度 會是膝蓋的對上 而上身衣服就會是這個 穿衣服的質地 有很多不同的通花 還有邊位也有很多這些花紋 我覺得很漂亮 很有細節感 不過這件白色衣服 有少少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像我那樣 前面是比較有肉的的話 是有這個爆漏的危機 因為它也是比較緊的 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一些沒有那麼豐滿的女生穿 是會有更加多的仙氣 我純粹是自己一向都很喜歡穿白色衣服 就選擇深呼吸地扣樓 我現在換了出來 大家有什麼感覺 是不是我自己穿得不漂亮呢 其實它是走一個田園的風格 但我覺得有點像那些Cosplay 或者是那些鄉村旅行的感覺 我自己不是不喜歡它的上身衣服 我純粹是覺得它的上身衣服 是配搭一條高腰一點的牛仔褲 然後它穿會漂亮很多的 然後就是我現在身上的這一套 它這個位置其實是非常收身的一條裙 我曾經在街上遇到一個女生 都是穿同樣的背心 但我覺得它穿的效果是漂亮我很多的 它也是適合一些比較扁身的女生去穿的 因為我現在這樣 這裡好像一隻眼 然後到我身上這條裙 大家應該不會陌生的了 之前拍片都發覺也很大爭議性的 說真的 那一天我在心理期間中間 是真的再多肉一點的 現在你們會看到 其實就沒有當天穿得出來 那麼性感的感覺 這條裙其實就是剛剛好在膝蓋上落一點 你說是不是真的去到非常性感呢 我就覺得是因人而異的 你看到其實這裡是透孔的 但是你說這條裙是否真的這麼透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鏡頭前面我裡面是穿黑色bra的 我是特意穿黑色bra給大家看 其實它也不算是透得很厲害的 然後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件外套 我自己私心是非常非常喜歡這件的外套 但是內行我還沒想到應該怎樣穿 大家都可以給我一點點的idea 它是一件棒球褲 上面全部都是這些熊仔的圖案 是不是因為頭髮要紮起才會carry得好一點呢 它是有袋子的 它透明得來是可以這樣插袋 它是這隻網紗質地很薄 但是一點也不會刮鞋 或者刮皮膚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然後就到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 其實我有拍過來拍片的 但是因為沒有展示全身 應該只看到白色的上面 這一件是我買回來 穿得最多最實用的一條裙子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它的長度就來到膝蓋的上5cm左右 它的下板可以去到很闊 有一點點白折的效果 因為穿出來整個人是不會焗促 吃很多東西都不會透出肚腩 所以如果我出去玩 或者那一晚吃火鍋 吃放蹄的那些 我絕對是會穿這件衣服 然後就到我身上這件路肩的衣服 其實路肩衣服 我是最怕那種 一這樣跟著兩隻就 就變成了一條舌頭的衣服 這個就不會的 因為它是分開穿的 就是它是這樣 這裡一坨就穿下去 這樣穿出來的 所以是非常方便 而且是穿得很緊 可能是我自己的手臂有點肥 它是不會這樣滑下來的 那我下身會配什麼呢? 其實這條裙子 我自己貼心真的非常之喜歡 但是它多洗幾次之後 它竟然縮水 裡面的內里出來了 我們不要看最底的那裡 就是凸出來的那個位置 其實這條裙子 它的印刷 我覺得是可以超越了淘寶的一個質素 而且它也不算非常顯肥 你看到旁邊它是蓄得很緊的 我的身形絕對不是大家那些超羨慕的 竹籤身形 其實看片都知道了 我是一個正常女生來的 不是那些21、22寸腰 然後骨粗出來的那些 絕對不是的 但是在街上看到我 應該都不會覺得我是極肥的女生 總之我是中間 然後之後因為骨架細 所以好像有點瘦 但是其實都是有肉的女生 只有外面那塊布縮水 裡面是沒有縮過水 所以就凸了它出來 我自己應該遲些會剪掉它 不會出去改的 直接在裡面剪一刀 就已經完美了 這條裙子我自己是超級無力的 所以你這樣外出 穿到涼鞋 是不是很棒 其實穿的單品 我就說得七七八八了 我還有繼續買淘寶衣服 但是可能還沒拿到進來 所以沒有說 不如說一下配襯品 例如袋子和鞋子之類 我身上現在這個袋子 超喜歡的 它的大小是剛剛好 又可以放銀包電話鎖匙 所以這樣外出 我覺得都很好看 很配襯一些休閒型的衣服 另外一個袋子 我自己也很推薦大家去買 就是這個透明的鞋子袋 它的造工是很好的 這裡當然不會是真皮 一定是PVC 但是不會覺得它很膠很假的那一款 其實透明袋子也很忌 裡面的東西會被人忘了 裡面是包著一個白色的化妝包 Size 的袋子 你就可以剛剛好放進去 所以你拿出來的時候 它的大小是非常好 而且又是超夏天的果凍包系列 它的價錢這個反而就不是特別便宜 應該都要一百一十多元 因為我買了都很久 不記得 好 講開一個透明的element 我自己也是買了一雙透明的鞋子 這一雙的涼鞋我是買了黑色的 因為我覺得黑色透明鞋子 是比透明白色 即是純透明的鞋子 而且我一開始都很擔心它這裡會刮腳 但是絕對不會 它的膠是很軟熟的 是一點也不刮腳 這雙鞋其實還有白色的 但是白色的時候 這裡旁邊就會沒有了黑色裙邊 不過我自己覺得有黑色裙邊 是比沒有黑色裙邊更漂亮 不過這些大家自己去選擇 所以如果你都很想買這類型的透明鞋 我覺得這一雙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好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淘寶單物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同星期六的下午三點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接下來都會有關於三條影片 因為我下兩個星期要去旅行 我會去柬埔寨的吳哥斧 我不會去拍VLOG 因為我是跟家人去和跟團去 都沒有東西要拍給大家看 但是到時都會拍一些片段 可能我穿什麼衣服 我特地買了很多民族衣服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等我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如果對於片頭的首飾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意下面info box 還有用螢光幕前面這個曲 就可以有10元美金的折扣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